明朝末年励志腐败 天灾人祸不断发生 又赶上了千年难遇的小冰河时期 大汉不断 瘟疫横行 明光宗刚刚登基十天就一病不起 朝廷派宦官到武当求药 武当掌门子杨真人 亲自炼制了两枚 据说可以起死回生的红环丹药 命自己的清传弟子卓一航进京献药 卓一航怀衰红丸一路北上 风餐露宿片刻不敢耽搁 这一日卓一航途经一座土地庙时 忽然听到山谷中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声 他循着笛声来到一座山洞之中 只见洞中宽大宛若唐傲 金拳分挂肆以成怜 卓一航突然发现 墙壁上竟刻有一套武功心法 正当他想一窥揪尽时 只见的竟然是一位 一昧飘飘的姑娘 以白纱遮面 但也难掩其孤傲冷艳的气质 见对方出言不逊 姑娘有意出手教训他一番 但卓一航可是紫阳真人的清传弟子 只一个回合 便将姑娘脸上白纱跳落 姑娘露出了真容 卓一航当即被对方的盛世容颜所倾倒 刚想上前请教姑娘方明 对方拒绝后飞身离去 卓一航千里迢迢来到了紫禁城 可没成想连皇上的面都没见着 就被太监给请出宫了 既然要已送到 卓一航便没多想 放心离开了 其料这正中了燕党的阴谋 给皇帝救命的红丸被魏忠贤吃了 取而代之的却是催命了毒药 仅仅当了一个月的明光宗就驾鹤西去了 新继位的天启皇帝 不仅年幼还是个文盲 甚至连奏折都看不懂 怎么办 而魏忠贤也因此在朝堂独揽大权呼风唤雨 他将光宗皇帝的死 栽赃给进贡红丸的卓一航 并带皇帝下令 让锦一卫迁户前去捉拿卓一航 锦一卫动作很快 直接带兵围攻武当 让紫阳真人交出卓一航 武当三老当然知道 卓一航是被奸人陷害 为了维护武当的声誉 也为了查清真相 当即向紫阳真人请愿 而此时的卓一航还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背上了天大的罪名 他离开京城后 并没有直接赶回武当山 而是到陕西去找自己的爷爷 川山总督卓仲连 陕西连连灾荒赤地千里 饥饿的灾民们 为了一口吃的 甚至不惜哄抢军粮 川山副将金独裔 非但不顾百姓的疾苦 反而将他们 当作暴民一样对待 其实金独裔下令抓人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想通过此举 引出横行西北的女匪 玉罗刹 川山总捕头慕容冲 也想来分一杯羹 却被金独裔一阵奚落 川山大军的地盘上 没你什么事滚 朝廷通缉的要犯玉罗刹 本是一方豪杰 他在明月侠借视天险 驻城而居 自称明月天国 明月侠位置险要 进可攻退可守 不仅如此 他还是一条战略要导 启禀贝勒 拿下明月侠 便可停进中原 明月侠 一时险峻 强攻恐怕对我不利啊 黄太极不止一次 想要通过重金收买玉罗刹 想要借到进攻中原 可玉罗刹深暗民族大义 不但将黄太极送来的金银悉数没收 还杀光他派来的税客 只留一人回去通风报信 回去告诉你们黄太极 这条路情不同 金子换成粮食给亲民 玉罗刹在给鸡鸣分发粮食时 听说川闪军大营 还关押了大量灾民 便和珊瑚一起闯营 想救出被困的灾民 却发现被捕的灾民 都已经死于瘟疫 于是他决定警告一下川闪总督卓仲连 公关你在为难鸡鸣 小心的狗鸣 可没想到他虽然放过了卓仲连 卓仲连却被他的副将金独义给杀死了 原来金独义竟是潜伏在明朝多年的金人卧底 他借机杀死卓仲连 栽赃给玉罗刹 同时也好独揽穿闪军政大权 最终玉罗刹二人寡不敌众 逃走时珊瑚受伤被俘 与此同时卓一航也刚刚来到陕西 当他见到遍地的鸡鸣时 顿生怜悯之心 力所能及的想帮助这些可怜的百姓 碰上军队要将抢劫军粮的鸡鸣问斩 卓一航义愤填膺 刚想上前理论 一袭黑衣的玉罗刹 仅凭一人之力 就将数百士兵搅乱 并趁机救出珊瑚 从身边鸡鸣的叫好声中 卓一航看得出 玉罗刹很受百姓拥戴 可没想到的是 明军为了抓一个女匪 竟然动用了作战用的强攻应路 见形势危急 卓一航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 二人且战且退 和赶来接应的明月寨兄弟们 一起上马撤离 骨头慕容冲 也借机混进了撤退的人群 可眼见玉罗刹等人逃走 金独义却并不派人追赶 将军 真的就这样放他走 不用着急 数日之内 明月侠必定会瘟疫 到了明月侠 卓一航才发现 原来明月寨明面上跟官府作对 但却是鸡鸣们的避难所 无家可归的鸡鸣 如果走投无路 玉罗刹都会收留他们 刚被救回来的鸡鸣 便安稳地过了一夜 可第二天一早 大家就发现了不对劲 昨天救回来的鸡鸣 有很多人都病倒了 而且病人的数量 还在不断增加 经过长老的诊断 这些新来的鸡鸣 都患上了伤寒 伤寒在当时 缺医少药的医疗桥间下 几乎就等于不治之症 为了控制疫情的爆发 和保护寨子里的其他百姓 长老只能下令 将这些已经感染了病毒的鸡鸣 全部烧死 卓一航在武当学过医术 可以治疗伤寒 他自告奋勇地 想要将这些人全部留下 自己全权负责治疗 卓一航先是将所有病人 集中隔离起来 然后自己出去采药 回来熬制救治大家 玉罗刹给他带路 陪他一同去采药 也让他发现了明月寨的秘密 几番接触下来 玉罗刹对卓一航也不再那么排斥 卓一航也总会找机会 进一步增进二人的感情 他还兑现了初次见面时的承诺 给玉罗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雁罗刹 玉罗刹虽然对这个名字也很满意 但他更希望卓一航的药 真的可以治好大家 时间一天天过去 卓一航也染上了伤寒 每天都有人死去 剩下的人也大都高烧不退 昏迷不醒 卓一航的药成了所有人最后的希望 经过几日的相处 玉罗刹觉得 卓一航虽然有些油嘴滑舌 但却也是大丈夫敢作敢当 闲暇时便会和他讲起自己的身世 原来当初他之所以在山洞里修炼绝情心法 是因为他师父的缘故 他的师父林木华 就是因为被爱人背叛 痛不欲生 才自创出了这门以恨为心法的绝世武功 我恨那个让他一辈子伤心的男人 卓一航看得出 眼前这个口口声声说恨的女人 其实也是极其渴望专一的爱情 很快 明月寨传出了好消息 我饿了 之前已经病入膏肓的病人 慢慢都恢复了食欲 这说明他们的伤寒已经彻底好了 卓一航的医术不仅治好了伤寒病人 也救了整个明月寨 为了庆祝抗疫成功 当晚 玉罗刹盛庄出席 并带领寨子里的所有人 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 也放飞了象征美好祝愿的孔明灯 如果你心里很想念哪个人 把孔明灯放上天 那个人就一定会知道 抗疫大功告成 玉罗刹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卓一航的所有努力 也终于获得了他的认可 他不但接受了念离商这个名字 也接受了卓一航的表白 念离商黑发如铺 卓一航热情似火 二人在山岗上 伴着晚霞共度凉宵 一番云语之后 已是续日出生 卓一航望着怀中的美人 开始畅想起二人的未来 他打算先带列尼商 去见自己的爷爷卓仲言 然而 在这乱世之中 岂能容人有片可欢愉 原来卓一航刚到明月寨不久 锦衣卫千户 就带着武当三老 赶到了川陕总督府 不知道千户大人有何贵干 奉旨捉拿朝廷侵犯 卓一航 经独义九宫明月寨不下 锦衣卫和武当三老的到来 郑重自己下怀 两方随便哪一方出手 都可以轻松攻破明月寨的大门 于是 他直接将卓仲连的死 嫁祸给了御罗叉 并说 卓一航正式被御罗叉给掳到了明月寨 直到了卓一航的下落 锦衣卫和武当三老 玄技动身前往明月寨 经独义口中的天险 被武功高强的三老轻而易举地破解 锦衣卫也顺势闯入山寨 卓一航 卓仲知道锦衣卫向来不分青红皂白 卓一航一旦被捕 凶多吉少 当即准备和锦衣卫开战 千军一发之际 卓一航出手护住炼尼商 并告诉三位师叔 炼尼商已经是他的女人 而且他正要带炼尼商去见爷爷卓仲连 可武当三老的话 却让卓一航大惊失色 随后三老又拿出了炼尼商的独门案起 人赃病祸 炼尼商百口莫辩 可卓一航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 眼前这个刚和自己私定终生的女人 竟是杀害自己爷爷的凶手 为了查清真相 也为了还武当清白 卓一航决定跟锦衣卫回京城 他让炼尼商等着他 并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几日不见 文盲天启皇帝已经掌握了新技能 开始钻研木匠活了 魏忠贤也总是趁小皇帝玩得正起劲的时候 让他定夺军政大事 小皇帝讨厌被打扰性质 经常会随口告诉他 魏忠贤因此便可以假借圣意 小赵善权 于是 卓一航便被关进了锦衣卫的赵域 可下日之后 魏忠贤却既不审讯也不杀他 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为了利用他来控制武当 卓一航不想被利用 以报了必死之心 但是一个和他关在一起的重刑犯 却改变了他的想法 这个人就是辽东经略熊廷毕 熊廷毕因为支持东陵党 而被淹党以通敌罪名判处死刑 他告诉卓一航 你要是死了 武当谋害皇上的罪名将永远无法洗清了 熊廷毕经略辽东多年 他根据在战场上取得的宝贵经验 筑成一部兵书名为《辽东传》 此书记载了抗金的战法 只要按书中所写排兵布阵 金人便无法攻破辽东边关 他要卓一航活着出去 并且找到这部兵书 将他交给辽东巡抚 原重换 方能保住大明江山 卓一航决定忍辱负重 帮助他完成心愿 于是他假意投靠魏忠贤 并设法找到了那本《辽东传》 答应他亲自带着熊廷毕的手机传手九编 好借机将书转交给熊廷毕的学生原重换 卓一航的改变 让魏忠贤非常满意 很快就将他放了出来 原来他之所以能够被顺利放出 正是因为 紫阳道长替他背负了红丸案的罪名 但为了替师父报仇 卓一航此时只能忍 他的这一系列变化 很快招致了众叛亲离 武当三老当街对他声讨 他为了不连累武当 竟趁机交出武当信武韩光剑 从此和武当划清界限 不久 卓一航带着熊廷毕的手机来到了辽东 辽东巡抚袁重换 拜见秦差大人 卓一航将辽东传藏在石河之中 顺利地交给了袁重换 终于完成了熊廷毕的心愿 也暂时保住了辽东的安定 魏忠贤为了能进一步控制卓一航 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聂尼商的耳朵里 聂尼商不知卓一航忍辱负重的计划 在他和魏忠贤女儿大婚当夜 无声一人闯进王府 面对爱人的质问 卓一航无法回答 他只要今日完婚 就可以完全获得魏忠贤的信任 找机会杀死魏忠贤 魏师傅和熊廷毕等志士报仇指日可待 如果此时说出实情 之前所有人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炼尼商 带着对自己深深的误会离开王府 炼尼商觉得卓一航背叛了自己 伤心欲绝 失魂落魄地走出王府 全然不顾王府侍卫的辱骂和殴打 巨大的悲痛充斥心底 炼尼商的一头如铺秀发 竟瞬间变成恐怖的白发 神魂恍惚的炼尼商 早已忘记了还击 此时他心中的痛 远比身上的伤痛苦千倍万倍 就在他打算彻底放弃自己的时候 卓一航终于出现了 他出手放倒所有动手的侍卫 在魏忠贤女儿的帮助下 带着炼尼商离开了王府 卓一航不仍再次做出背叛之事 便将自己的真实目的合盘托出 卓一航连夜带着重伤的炼尼商 回到了明月寨 可炼尼商的伤已经深入经脉 唯有幽冥洞府的幽坛奇花才能救他 而且没有炼尼商陪同 进入洞府之后 卓一航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卓一航进幽冥洞的同时 炼尼商昏迷之际 仿佛见到了失踪已久的师父 林沐花 可炼尼商心里终究还是放不下卓一航 他拒绝了师父的劝说 仍然选择相信卓一航 等他带回幽坛奇花 再次创造奇迹 没有了炼尼商的庇护 幽冥洞府里脏气弥漫 更有诡异的幽冥藤蔓阳阻挡 眼看幽坛奇花就在眼前 可卓一航却再也不能前进一步 一炷香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卓一航拼尽全力 只是碰了一下幽坛奇花 便立刻遭到反噬 身中剧毒倒地不起 而幽坛奇花却也从此消失不见 没能带回幽坛花 卓一航满怀愧疚 看着昏迷不醒浑身冰冷的炼尼商 他悲痛欲绝 再加上自己身中剧毒命不久矣 想最后再吻一次自己的爱人后 在另一个世界再会 可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 正是这一吻 将他身上的幽坛花毒 传到了炼尼商的身上 原来这花毒才是真正的解药 当卓一航再次醒来的时候 炼尼商已经苏醒 经过了真正生离死别的考验 二人的感情也再次得到了升华 但局势容不得二人有任何喘息的时间 此时黄太极已经亲率八旗大军 屯兵穿闪边境 随时准备发动进攻 卓一航决定亲自前往穿闪军营 希望能够说服官府 与明月寨共同合作退敌 已经消除了误会的武当三老 叶文逊赶来 将武当掌门信武韩光剑 交还给了卓一航 也想祝明月寨一臂之力 看到大家能够顾全大局团结一心 卓一航满怀信心地 带众人来到了穿闪大营 向金独义说明了合作的意愿 可他们并不知道金独义的卧底身份 而且这次金人进攻的真实目的 就是要和金独义合谋攻取明月寨 要翻过这些大山 起码要花费五天的时间 在明月寨后山有一条密道 可以直通敌军后方 金独义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卧底明朝十年 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打通明月寨 这样金人大军便可长驱直入 逐鹿中原 明月寨众人不知事迹 回到寨中 开始加紧准备抵御金人大军 普通慕容冲 看到官民共同合作欲敌 便放弃了抓捕玉罗刹的想法 准备告辞离开了 你要是想我了 就点苦鸣灯 我一定会看到的 天哪天一早 卓一航亲自引着金独义的 穿闪大军进了明月寨 可他万万没想到 大军进寨的第一件事竟是 上一秒还在称兄道弟的金独义 此时却突然翻脸不认人 武当三老立刻出手 想要将他擒住 可没想到 原来金独义多年以来 一直都在扮猪吃老虎 他本是大惊的一流高手 功夫远在武当三老之上 几个回合下来 三老全部重伤不起 只有新掌门卓一航 还能继续与之对抗 但他身中忧坦花毒 功力大减 被击败也只是时间问题 通过和金独义交手 卓一航终于察觉出了 他的真实身份 你在剑法中隐藏着 关外骑兵的刀法 你是金人 你伤只是伤了我爷爷 你却趁机杀了他 此时计划被识破 已经无关大局 为了抓住列尼商 金独义没有杀掉卓一航 而是将他打成重伤 关了起来 金独义随后将明月寨中 众人全部屠杀 只留一个重伤的士兵 去给列尼商报信 而此时的关外 黄太极的军队 马上就要杀到 而说好的穿闪大军 却又迟迟不出现 列尼商心急如焚 大敌当前 可又不能放着明月寨的人不顾 列尼商只能让珊瑚留下 他自己赶回明月寨 弄清楚情况 可他刚一离开 黄太极的大军就开进了山谷 面对装备精良的八旗铁骑 珊瑚毫无畏惧 拔出双刀 率领众人迎战 可由于黄太极亲自指挥 再加上人数上的巨大差距 明月寨众人很快陷入了绝境 纵使珊瑚拼尽全力 最终也只能隐恨沙场 当列尼商赶回明月寨时 只看到了遍地的百姓尸体 和已经奄奄一息的卓一航 金毒义 你为了抓我 就可以不顾国家恩惠 杀我明月寨几百条人命吗 列尼商悔不当初 只能全力出手 打算先救出卓一航 可金毒义阴险狡诈 处处用卓一航牵制炼尼商 炼尼商不忍卓一航再受折磨 只能放下武器 明月寨被围剿的消息 很快也传到了 刚刚离开了慕容冲这里 慕容冲担心寨中百姓的安危 打算回去找金毒义拼命 可他手下只有几个捕头 现在回明月寨 无异于去送死 但远方飞起的孔明灯 让他看到了希望 他迅速冷静下来 决定回去搬救兵 而此时的明月寨 卓一航和炼尼商 已经被困在死牢之中 明月寨一破 他们对金毒义 已经失去利用的价值 炼尼商不甘心坐以待毙 为今之计 只有开始修炼师父的绝情心法 迅速提高功力 才能逃出生天 但代价 就是他将忘记一切 永远失去爱的能力 炼尼商看着爱人 含泪下了决定 如果有一天 你看到一个像熊士恶煞一样的女人 千万不要怪他 金毒义本以为 只要拿下明月寨 他便可以恢复自己金人的身份 回到赫图阿拉 可辽东却突然传来 金军大败的消息 原来 袁崇焕使用了辽东传当中的兵法 将努尔哈赤的13万大军击退 努尔哈赤本人也身负重伤 生死未卜 本该在此时杀入中原的黄太极 也只能马上赶回赫图阿拉支援 金毒义十几年的努力 终成了炮影 而黄太极给他的任务就是继续留在川山 做好他的卧底工作 这意味着金毒义在有生之年 很可能再也无法回到故乡 他一个大金国皇子 却只能留在中原当一辈子卧底 想到这里 金毒义颓然落寞 万念俱灰 与此同时 烈泥商的绝情心法已经修炼至大成 死老已经再也困不住他 此时的炼泥商功力大增 徒手便可破目碎石 但他却再也认不出卓一行了 他打破死牢冲进明月寨 此时的炼泥商如同狼入羊群 全副武装的士兵在他的手下 全部都被撕成碎片 他现在的武功已经超出了人力所能及的范围 金毒义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就在这时搬到了救兵的慕容冲 带着大军也杀进了明月寨 与寨子里的川散军相持不下 你们是没朝廷命怪 不替国家杀敌 反倒滥杀无辜 跟着一个叛贼 川散军将领被他说的无地自容 带着士兵离开了 至此 金毒义已经成了孤家寡人 他被白发魔女一路追上山岗 再也无路可退 无论他如何顽抗 在魔女眼里就如同猫戏老鼠一般 魔女出手就是杀招 丝毫没有半点人性 卓一航认为 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还能将魔女变回恋泥伤 就在魔女即将杀死金毒义之时 卓一航突然冲了出来 魔女举起的手掌真的没有拍下去 眼前这个男人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不同 金毒义虽然看出了些许端倪 但魔女的变化是不可逆的 卓一航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而已 这个女人已经走火入魔 他不可能再认得 这就是你的命 就像你爷爷一样 注定要被我所伤 金毒义的话激怒了卓一航 他拼命将金毒义打落悬崖 可自己却被魔女牢牢抓住 眼看就要被掐断脖子 卓一航强忍剧痛 不断地诉说着 自己和恋泥伤相识相爱的故事 魔女目光闪烁 但还是没有丝毫变化 就在这时 阴魂不散的金毒义突然杀出 企图和魔女同归于尽 魔女坠落悬崖之际 往昔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 他终于记起了眼前的男人 为世间情为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许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卓一航用真情换回了恋泥伤 这正是泥伤家人终未老 红颜白发最深情 我们下时间见 我们下事 humanitarian 结束